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美国公民都有机会成为国家的政治普通和真正的所有者 在待遇制和不厌制的基础上 竞选公职在公开平等竞争的党派竞选中 让人民选举自己的领导人 第二 建立议会民主制 实行两院制 将政协改造成代表各省各民族区域和自治单位的联邦院 将人民代表大会改成按区域人口比例 选题产生的国民议会 三 废除共产党 六十年来出于意识形态和执政利益而设置的身份等级制度 这些制度博得了中国公民的权利 取消因出身 种族 职业 宗教和信仰 政治党派归属等因素造成的特权 禁止在教育 就业 福利 社会保障和司法方面 对中国公民进行歧视 打破社会隔离 所有中国公民有权 所有公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严格禁止歧视人民 歧视残疾人 歧视妇女 与歧视社会弱智警警 第四 实行宪政 政党与国家分离 一切政党不能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一切政党都必须在宪法框架下 框架与法律规范内活动 不得破坏国家宪法与法治统一与尊严 废除现行中国人民共和国 宪法前沿中党临驾于国家的特权 一切党派要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 为国家服务 禁止党政 党派 黑箱作业 任意提取国库的不法行径 第五 落实信仰自由 国家平等对待各种宗教信仰 国家和所有公权机构实行政教分离 禁止在国家机关内设置政党组织 不得强行灌注无分论教 第六 军队 警察和政府行政机构的工作人员 逼在工作中对党派政治保持中立 军队必须国家化 人民的军队属于人民 严禁党指挥枪 军队内部不得从事任何党派势力活动 每一个国家公务人员都要为国家服务 而不得为政党服务 第七 禁止中国共产党 政法委员会干预司法 确保司法独立和建立司法权力 取消信访制度 在各级法院设立人民申诉庭 让所有的案件依照诉讼统予以解决 第八 禁止买官卖官 官员任命要符合民意与合法 考虑候选人品能与能力 文官任命要通过考核 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以全年交易 取缔官导活动和一切官商勾结制度 清查一切非法所谓 使称治贪官务力 实行阳光法案 一切官员和个人和知悉亲户的财产 必须公知一众 介绍议论和法律的监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